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又歡迎大家上到這個網上的《釋經》討論會, 而我們繼續講到《數年恩賜》的, 我們這次用的經文就是《彼筆所書》四章十一節開始, 他所賜的有仕途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唯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聖人, 滿有基督掌成的新量,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 眾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遙動,飄來飄去, 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在這個經文中,講到神所賜的有五重職事, 就是有仕途、先知、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 對於仕途的定義是有不同的, 有些教會就認為只是初期教會的十二仕途, 有些人現在就覺得也是包括有些人, 他們有一些開拓一些新的方向, 有些侍奉的特別的方向,能夠帶動更大神的工作, 或者是他有一些重要的影響力, 在神的天國裡面有重要的影響力, 有些人自稱為仕途,有些人稱他為仕途, 這件事我不去辯論,為什麼呢? 因為聖經沒有清楚講到, 到底仕途是否只是昔日那十二門徒呢? 還是今天都依然有呢? 聖經沒有清楚講到仕途有什麼職份的, 因為任何人有任何的職份或者身份, 他是有這件事,他做到出來, 他叫做仕途也好,他叫做牧師也好, 都是一樣做到他要做的事情而已, 所以呢,看我來說,我就不覺得這麼重要的, 就是說那個title, 就是是不是仕途呢?我覺得不重要的, 有人稱他為仕途, 有人只要稱他為仕途, 我不會反感或者反抗, 但是我自己就不會稱他為仕途, 因為我沒有清楚聖經的指示, 告訴我什麼人可以成為仕途, 然後呢,跟著呢,就是先知, 先知是今天都有的, 因為呢,在《釋囊行傳》二章十七節開始講到, 講到神說在末頭的日子, 我們將我靈敲灌煩有血氣的, 你的兒女要說預言, 很清楚講到, 基督徒是可以說預言的, 直到主大而明顯的日子, 還未到以前, 在主耶穌回來之前呢, 都會一樣有仕途的積分的, 所以呢, 我是深信這個世上是仍然有仕途, 那也都我自己, 對不起, 講到先知, 那我是很明顯呢, 是遇見那些先知, 他們很清楚領受一些信息的, 那這個是我知道的, 不過呢, 我也都會說, 我也都見過有些人, 他自稱為先知, 但是他所講的說話呢, 是, 即是有時真的出錯的, 那到底, 是這些人偶然出錯啊, 還是他根本就不是先知, 或者他生命有破口, 什麼原因, 或者他是用了仁義去說, 那, 那如果以舊藥來說呢, 先知如果是預言的東西, 不應驗, 他是要被判死刑的, 即不是出自神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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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到一些條件性的, 那他可以說明條件的, 那他可以說明條件的, 說明說, 即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語言會應驗, 那, 因為那個條件沒有, 沒有實現到, 所以呢, 就不會應驗, 那他如果真的有說過條件, 那, 那是可以的, 那, 那如果他沒有說條件, 就說這件事會發生, 而最後沒有發生呢, 那他即是說, 他們不是說出神, 想他講的語言, 那, 那, 那他是不是稱為, 假先知呢? 那, 就是有些人就會認為, 他一有說錯, 就是假先知, 那, 那, 我自己呢, 我就覺得呢, 是, 就是有些人他不小心, 但是我自己就會覺得, 如果有個人所語言的東西, 他沒有應驗, 我是會, 就是我不會對他有大的信任的, 那, 那, 我又, 我又, 我未必會叫他做假先知, 就是我會說他的生命有破口, 他有些事情, 就是某方面有做錯, 以至呢, 他收錯, 收錯信息, 或者他自己有, 好像, 將自己的意念, 當了是神給他的意念,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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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先知是應該很清楚審查, 那, 如果有個人經常都說錯, 那, 那, 我就是會說他是假先知, 或者他生命有很多問題的, 啊, 不一定有很多問題, 就是有明顯的問題, 證明他不是屬臣的人, 或者他追求的是錢啊, 追求的是名利啊, 這樣的時候呢, 我就不會將這個人看為先知的, 那, 那, 我見過有些人呢, 就見到那些先知呢, 就是, 無論那些先知跟他說什麼, 他就當正是真的, 就是這件事, 我都遇見過好幾個這樣的情況的, 那, 我就會, 就是會這樣說, 如果神要跟我們說的話, 神會直接告訴我們, 譬如有個先知說, 譬如之前有先知告訴我, 我會去到列國宣教, 那, 我後來真的有做, 那, 那, 這件事是證實的, 我自己是有這個動力的, 不是因為先知說了我的動力, 是根本我本身有這個動力的, 那, 就是這些呢, 是我們本身會領受到, 啊, 肯定的, 就是我們自己本身會收到神的訊息的, 那所以呢, 我們不要單單依賴別人, 第二個先知告訴我們, 你將來會做什麼, 那這件事是, 就是需要我們去驗證的, 那, 那, 有些人呢, 也都收到一些這樣的訊息, 就是, 其實他是很關注他自己得到的東西, 譬如他說, 你會結婚的, 那, 那有些人就很執著這件事, 我會結婚的, 我會結婚的, 為什麼這麼久都沒有結婚呢? 那, 那甚至有些人呢, 他們就會懷疑神, 其實這個真的很好, 很有問題, 為什麼他不懷疑那個先知, 為什麼要懷疑神呢? 神是可信的嘛, 那, 所以我們對於先知, 這個身份呢, 的確有先知, 但是呢, 有些先知呢, 他說的說話, 真的我覺得是, 好像是, 看重錢啊, 或者是看重, 好像只是說到, 在這個教會的人呢, 就會得到很大的福氣的, 那, 就, 無論你什麼, 怎樣跟從神啊, 那這些, 我覺得呢, 好像, 是有一個原因, 是有一個原因, 令到他想, 成為, 在那個教會成為先知, 那, 我覺得呢, 就是, 有這樣的不良動機的時候呢, 是, 是會出現問題的, 比如, 有一次, 有一個人, 給我一個電郵, 我, 我已經說不要的, 他就給我, 他說, 我們教會, 有個先知啊, 就經常發出訊息的, 那麼, 他一開始就說, 你今年呢, 就會有經濟大的祝福, 那麼, 我一看已經覺得問題, 因為聖經從來沒有說到, 整個教會會得到大的祝福的, 啊, 聖經講到呢, 就是說, 愛神的人, 遵從神的人, 得到神的祝福, 就現在他一講, 就講經濟啊, 一講呢, 不是講我們去親近神, 去遵從神, 一講就是經濟上, 那我覺得呢, 他的注目在了經濟那裏, 所以我們需要分辨, 先知是不是真的出之神, 還有, 一件很重要的就是, 有些人呢, 他們會呢, 為了得到更多跟隨者呢, 他就會, 嗯, 應該說, 到一旁說, 有很多人很想得到先知的, 肯定啊, 他們就會四處去找先知的, 那也都有, 不少人走來找我, 他說, 牧師啊, 請你為我發預言, 我說我沒有這個恩賜, 不過我說神想跟你講話, 聖經有講的了, 你聽神話, 你遵從神, 愛神, 神就會祝福你, 你不用另一個牧師告訴他, 哎, 神呢, 今年要大大祝福你, 不需要, 不需要收到另一個人去確認他, 神要祝福他, 那些聖經都說了, 你愛神, 親人神, 遵從神, 神就會祝福的, 就是有些人呢, 就將先知的作用呢, 就提升到個人的肯定, 因為有些人覺得自己好像很困難, 那很想得到個人肯定, 今年是不是我會經濟突破啊, 今年是不是會有很多入息啊, 就是有很多人就會注目在這些事上, 那我鼓勵大家就是注目在神, 神一定會指示我們當行的路, 神一定會教導我們的, 神會跟祂的羊講話的, 有全福音的, 神會興起全福音, 全福音的人, 全福音的恩賜, 全福音的責任, 還有這個職份是不同的, 這裡講到職份, 因為呢, 講到那個身份, 也都稱為五重職事, 那他講到身份的時候, 所以這裡講到不是單是說, 全福音這個工作, 而是有這個身份, 去傳福音的人, 還有呢, 有牧師, 牧養教會的, 牧養弟兄姊妹的, 牧師不是一定要有教會, 稱他為牧師才是牧師的, 而是他, 是真的有這個身份去牧養人的, 那他呢, 就是牧師, 當然, 如果講普通title, 就真的在教會, 是有案立為牧師的, 先是牧師, 跟著呢, 就是教師, 就是教導聖經, 如果有人是有這個身份, 神夫照他, 去照顧人, 去牧養人, 教導人, 那他就有這個教師的身份, 而講到呢, 五重聖經的目的是什麼呢? 是承傳聖徒, 承傳這個字, 在希臘文, 大家可以找到2677, Greek, Greek, 即是希臘文, 這個意思呢, 是有預備, 裝備, 訓練, 叫他成為完整的意思的, 那就是為了承傳聖徒, 各進其蹟, 即是說, 沒有大大的發揮, 侍奉的人, 也有時候有些教會, 就不是很鼓勵人侍奉, 我會這樣說的, 當然侍奉的崗位, 我們是應該小心的, 但是應該各個基督徒都傳福音, 鼓勵別人, 建立人的靈命, 這個是應該各個基督徒都做的, 就是應該教會是鼓勵人, 訓練人這樣做的, 但是有些教會就, 就好像將侍奉, 就放得一個很高的地位, 是某些人才做到的, 那有些人想侍奉, 那他都不給他機會, 或者他想侍奉, 他又不說他有什麼問題, 他只是不讓他做, 那這個我覺得呢, 是聖經的教導, 我們應該是去建立聖徒, 讓他們都能夠給神使用的, 去訓練他們, 去給他們機會發揮, 那不代表他就在教會裡面, 就說了事啊, 有時候有些人想到, 有一個職份, 就是在教會裡面, 我就說了事, 我可以吩咐人做什麼, 我們侍奉就不應該有這個心態, 我們的心態就是, 我想祝福更多人, 我想走神的路, 榮耀神祝福人, 這個心態是應該的, 而牧師, 教師, 傳福音的, 目的是應該, 興起更多人侍奉, 我們才是忠心啊, 就是如果, 牧師呢, 只是他自己, 自己教人, 但是, 他自己講道啊, 他自己什麼, 就是什麼都是他做的, 但是信徒呢, 是很少機會侍奉的, 其實他是沒有盡忠的, 因為他只是他自己做, 那麼到了審判的時候, 那些信徒不能夠說, 我牧師做了很多啊, 耶穌不是要這樣的答案, 耶穌是說你做了什麼,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呢, 都被訓練了, 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就是呢, 叫我們呢, 建立基督的身體, 這個就是基督徒的責任啊, 好, 那我就, 今天講到這裡, 明天我才繼續十三十四節,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啊? 好, 那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大家可以站起來, 放鬆的人, 學慕神的同在,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你真美好啊, 耶穌你真美好, 神你是充滿恩典慈愛的, 你是時時愛我們, 時時祝福我們的, 你很想提升我們, 主要, 幫助我們知道, 神的心意就是呢, 每一個聖徒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就是每一個基督徒的責任, 不只是牧師傳道有這個責任, 是每一個基督徒都有這個責任的, 而主要幫助我們看到, 我們回到教會, 第一就是學習聖經, 一起敬拜, 也都有很重要的就是, 有機會在教會裡面侍奉, 而侍奉可以包括去關心人, 去傳人福音, 建立人的靈命, 在教會裡面, 能夠建立特殷指揮, 這個已經是侍奉的, 由主幫助我們, 尋找神給我們的方向, 叫我們樂意侍奉神, 因為神是歡喜的, 侍奉神的人是神會尊重的, 要有人服侍主耶穌說, 有人服侍我, 天父我必尊重祂, 神一定會看重我們的, 所以我們是, 當我們侍奉神, 真心侍奉神, 不是為了名利, 不是為了權力的, 我們真心想祝福人的時候, 神是很歡喜的, 神會提升我們的, 就算我們的能力不夠, 神也會繼續幫助我們的, 就算我們的財幹不夠, 神會加添財幹和恩賜給我們的, 由主使用我們的生命, 多謝川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 主使用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被主大大的興起, 被主大大的使用, 願你的名得著榮耀,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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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天父, 我獻上所有, 我願意將整個生命獻上給你, 我獻上所有, 我獻上所有, 言如親愛, 寶貴耶穌, 我獻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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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如親愛, 寶貴耶穌, 我獻上所有,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哈利路亞,榮耀重贈歸比主 祈祷奉主耶穌聖名,阿門 我剛剛記得起了,剛剛有個弟兄想分享 我現在想請他分享一下 那我就祈禱求神醫治我的腳 我昨天還沒醫治之前 都好得兩成左右,腳都不遞得起 起床就要按著桌子來起床 因為慢慢起,不然也會痛 祈禱之後,那時候是10點左右 那我試一下第二腳,真的不痛 雖然還有一點點冤,但我已經覺得好回七八成 那我就感謝主 之前我也覺得主應該是三天就醫治我的 那我是星期六十點鐘是撞到腳的 那真的是,大約完了之後又是 真的三天,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 你昨天是星期一,醫治我 為我祈禱,就真的好回七八成 雖然今天還有些冤枉,但我也很感謝主 感謝主的醫治 明月歸比主,你可不可以說一下你之前的狀況 還有幾天 之前的狀況,我已經是星期六遇到很痛 到星期一好像好得兩成,好得很慢 但是祈禱之後,就發覺好回七八成了 即是起床不覺得痛 即是就在梳化起床,我也不覺得痛 那這個是神明顯的一些醫治 所以就感謝讚美主 感謝主,榮耀重贊歸比主 多謝天父,感謝耶穌 一切榮耀歸比主 好,那我們經常都記實這件事 我們只是說我們祈禱 醫治的是神 所以我們就永遠都不要說祂醫治我 好,榮耀歸比主 還有沒有人有任何回應或者問題 對我們有任何臨 我們還是認同事 我們自己有任何臨 這樣的禁止 會不會又有任何臨 人人和阿山 就馬上來 在這位住女隙 也有任何臨 然後,不是有任何臨 那電子 又有任何臨 Kai 好,ε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